娱乐圈明星的好早已经是公开的秘密,现如今的许多明星都不介意向公众公开自己的私人财产,例如黄胜一在参加真人秀妈妈是超人时,就公开了自己和杨子的几处好茶。 黄泽涛也曾在社交账号上晒出自己位于美国的豪宅,虽然这套豪宅随后被人拔出去租来的,但他以天上万的租金也着实令很多人惊讶。 作为中国最早拥有私人飞机的明星之一,成龙应该算是娱乐圈最有钱的明星。 早年成龙在香港影坛和好莱坞努力打拼,凭借一股平静给观众,带来了无数优秀的影视作品。 这些作品奠定了他在国际上拥有的极高地位,数十年的积累让成龙家产脱风。 麦埃密,普吉党,香港,澳大利亚,新加坡,好莱坞,纽约,在世界各地都有成龙购置的房产,虽然房产颇多,但成龙工作生活的主要地点还是香港。 他在世界各地的豪宅,如今大多变成了油和观光的聚集地,和世界各地拥有富丽堂皇外表的豪宅不同。 成龙在香港的住宅却十分低调,从外表上看,完全看不出这是巨星成龙居住的地方。 2017年,成龙曾向媒体公开了自己位于香港的住宅,他向记者透露,为了不让人发现他的住处,他特意把房子选在人烟稀少的工业区。 通过这股的铁门才能进入,虽然房子外表看似平平,但走进去却别有洞天。 成龙的家里激光无数,拥有两层地下酒窖,还有居近同游的卧室和办公室,因为设置了精巧的激光。 一般人不能轻易进入,成龙在采访中说,他打算在香港的中心区再购入移动房子进行改装,还会在房子里加入保龄球室等更多功能。 那样,我可以哪里都不用去,就一直住到退休就好了。 值得一级的是成龙位于北京的一套好宅,这套好宅是东直门内大街的一处之所,看上去是高层住宅。 实际上是一套拥有1200平米的四合院,这套四合院好宅如今的价格高达10万美平,价值上亿。 其开发商老板李建国曾公才表示,不是有钱就能住进来。 据说,这套好宅是康有为曾经的故事。 2011年,成龙曾在这里为房祖民,庆祝他28岁的生日。 当时有媒体报道,成龙把这套房子当作生日礼物送给了他,从房祖民晒出的照片和公开资料中。 我们可以回见好宅的部分面貌,室内采用欧式奢华的风格装修,墙上还挂着成龙和刘德华等明星的合照,餐厅能同时容纳十几人吃饭。 讽刺的是,2014年,房祖民和柯震东就是在这套好宅里吸毒,被警方当场抓获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